好 我要開囉 好 開始 森林護管員鳴槍 受到刺激的黑熊 頭也不回 敲著森林裡去 這一支編號711的東莽山黑熊 2020年物彩山豬掉 經過將近兩個月治療後野放 他四處知道果園 闖入農舍開冰箱 電鍋找東西吃 更年一月再度受困竹林陷阱 他是台灣首例 跟人類活動區域 產生高度接觸的個體 即一按上人類食物 流連聚落社區 就選擇了一個原始森林的地方 去做黑熊的野放 目前會固定時間 回傳他的衛星點位 這支四月才野放的黑熊 五月六號出現 最後一筆衛星訊號 直到五月九號 在衛星訊號最後出現地點附近 發現一處可以掩埋點 挖開後確認是黑熊遺體 但身上配的發暴氣景圈已經不見 而黑熊被發現的地點 距離南投仁岸鄉 五屆產業道路不到100公尺 由於黑熊的頭部和胸部 有明顯外傷 雷霧局已經將黑熊遺體送宴解剖 進一步釐清死因 並且報請金正署保齊總隊來偵辦 三立場無困於陳炳豪 南投台中 綜合報道 二位 一個五位 最初二人 第六位 社會 替透 五位 這います 二位